会吃醋吗 其实眼外之一 哦 吃醋啊 你比我还大脚 我知道了 是不是这个翻天的动画 还是说 它是一个很专业的 其实它很成熟 有的时候小飞醋 偶尔吃一下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男友女兄不会吃醋 肯定会有 什么样的事你会吃醋 比如说有时候看到 她拍本戏会闹腾一下 你看 你看你这时候长得真难看 然后就 他又这一招 以静制动 对对对 生活中从来没吵过架 特别难 就我们俩吵不起来架 所以很多架 就是放在戏里面吵了 这算是一种过瘾 比如说戏里面 特别虐的戏拍完之后 她会主动过来 安抚你一下吗 会互相安抚一下吧 你妈说好了好了 好可怜 就互相这样 好了好了 没事了没事 我们好好的